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 关于莫拉克风灾的灾后重建 政府是采用永久屋的政策 居民的居住权益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把新闻的焦点先放在 屏东县的长治百合部落 跟林拉尼永久屋社区 而现在这两个社区的居民 其实有话要说 因为有上百户的住户 在永久屋的外头 自行搭盖了遮雨棚 但陆续收到了县府的公文 说永久屋不能搭盖遮蔽物 是违法的行为 要求居民要自行拆除 但是永久屋的住户却认为 遮雨棚才是符合部落生活 有必要性 两方的看法是完全不同 现在县府知道居民的反应表示 不会采取强制性的作为 但是还是会与居民住户来沟通 屏东长治百合部落渔物台乡的 里拉尼部落永久屋居民 为了遮雨防止雨天时 雨水进到住屋内 都会在自家的屋前屋后 搭建遮雨棚 但是现在却被 屏东县政府认定为违建 居住在永久屋的140户居民 从上个星期陆续收到 相公所的拆除公文通知书 要求在2月27日之前自行拆除 主任忧心拆除大队 将进入永久屋基地 进行拆除作业 我们希望有一个植植本 这样的让我们可以 在外面可以乘凉 因为我们原住民的生活 是这个共同体 在这个永久屋 只有在这个睡觉的地方 它没有考虑到我们 原住民的生活 这个生活的方式 完全是跟平地的不一样 现在2月27号以前要拆除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屏东县政府原民处表示 永久屋基地内的家务 以及公共建设是在符合建筑法规下 取得合法使用 任意的搭建遮蔽物是违法的行为 由于永久屋居民的反应之下 基于法令规定 同时避免违法行为扩大 在1月份已经通知各永久屋 所属的相公所查报 目前县府不会采取强制性的作为 但未来将与永久屋的居民进行沟通 寻求解决之道 永久屋基地到目前为止 它是各界所关注的一个地方 所以因为这些因素 所以就有一些意见一直反映出来 永久屋基地为什么一直都有 违建在冒出来 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县府这边可能会找个时间 到基地里面去跟民众 就建筑法令来说清楚 那什么是可以的 什么是不行的 让大家了解 永久屋居民表示 永久屋的空间设计不符合 实际居住的生活需求 希望县府在遵守法规之下 能以同理心考量 解决居民生活上的不便 记者各测评 东长治马家采访报道 好 有关永久屋的居住权益问题 原事新闻还是会持续追踪 不过接下来看这次新闻是 内政部是以开发低价 合宜住宅为理由 征收了位于桃园县归山乡的机场捷运A7站 也就是体育大学站的区段的土地 使得原本居住在附近上千户的乐散村的居民 被迫搬迁了 乐散村的居民是认为 政府征收他们的土地 美其民是用在合宜住宅 但实际上规划的区域却不到4% 他们批评政府是帮财团来圈地 而有相同被迫搬迁困境的 新北市三英部落 就有30多位的居民 也声援乐散村的居民诉求 停止不义工程 停止不义工程 撤破发展火源 撤破发展火源 声援乐散的民众拉起封锁 县高举着标语大喊停止不义工程 以乐散保留自就会 以青年乐散联盟为首 来自全台各地的9个团体 一同来到行政院门口 要求政府立即停止不义工程 通议群众也以戳破用紫 做成的九宫格道具 象征揭发政府已发展 致命型破切的事实 内政部征收位于桃园 眷龜山乡的机场捷运 A7站地段的土地 为的就是要开发捷运机场 A7站周边的产专园区 以及合一住宅 也让原本居住在附近的上千名住户 也被迫搬迁 军运表示政府只用 一平三万元的农地价 取得龜山乡乐散村 236公顷的大面积土地 而且没有安置政策 也执意征收236公顷的土地 合一住在却只占地 不到4% 根本是帮财团圈地 绝对没有市价征收 我们的土地只有一平 三万出头就把我们征收去 征收面积是高达236公顷 我觉得这都是谎言 236属于山坡地 农业区以及保护区 而且不用环品直接解编 就去开发这个案子 另外加上捷运新庄机场选址 在乐生疗养院 长期来乐生疗养院的院民 就因为乐生院不拆 捷运就不通的罪名招受到破迁 不过捷运新庄县早在去年底 早与前线通车 目前乐生村上千户的居民 都已经陆续搬离 目前只剩下两户 不过政府要求在3月25日 做最后的强制征收限制 包括自救会会长在内的居民苦撑 同样是遭到政府破迁经验的三印部落 30多位居民也前来申援 也是站在一个同理心 以及有破迁的心态 过去我们三印部落的一些破迁案 也高达了七八次 所以说我们对于乐生这个案子 我们其实我们都是 算是一个那种姐妹心理 就看都是 都是觉得说大家都是受苦受难的人 三印部落的居民也表示 绝对会支持到底 乐生保留自救会 以及申援团体也将在3月16日 再度号召民众走向采盗表达不满 记者 台北市采访报道 另外一个新的讯息要提供给您 就是内政部延年许久的 以房养老的事办计划 终于出炉了 事办的对象是年满65岁以上 没有法定的继承人 以及单独持有房产的年长者 而这个计划可以将 已经没有贷款的房子 逆抵押给政府 政府会在依照这个房子的市价 每个月拨付养老金 直到屋组过市为止 而这个新制度将在今年的5月 就可以开始申请 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 内政部事办的 以防养老细节出炉 事办对象是年龄满65岁以上 无法定计成人 单独持有不动产 而且房子不能有贷款 另外不动产公告限制 不能超过中低收入户的标准 预计从3月1号起上路 到民国106年底前 提供100个名额供民众申请 我们常常会发现说 这个有些老人 他在收入的这个跟动产的门槛 他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补助的标准 但是因为他名下拥有不动产 没有办法取得低收入户的资格 以防养老师 类似年金给付的方式 将房产密抵押给政府 而内政部以余命 房产价格等估算后 按月发给老人才终身给付制 不过老人过世后 房产归政府所有 以70岁长者来说 如果不动产估价为新台币1000万元 按照国人平均余命来算 男长者一个月可领34800元 女长者每个月是领取3300元 另外考量到通货膨胀 每月给付金额还会逐年递增百分之一 希望能维持老人基本生活需求 因为我们在上一代的这个老人 其实兄弟姐妹人数还真多 所以变成也不符合规定 所以我们很担心的是 这样这样的一个无法定继承人的 这样的规定 一下来可能符合能够符合条件的人 是很有限的 以防养老上路后 初期两个月会先举办说明会 五月到七月受理申请 内障部会以没有领取任何政府的救助 或没有向他人借贷的长辈为优先 资格限制严格 记者吴雅瑜林郭黄台北报道 核四场到底要不要续建 将会在七八月份会进行公投 但这公投的题目到底要怎么问呢 经济院跟在野党其实看法不同 而且这公投人数的门槛 到底要怎么定 也会影响到公投能不能成功 核四场的议题将会持续的延烧 核四公投争议持续延烧 立马云二十六号朝野协商达成在核四公投前 不追加预算 不放置燃料棒 以及核四暂停事工等四项结论 对于在野党要求修法降低公投门槛 前院长佳一华表示 现行公投门槛不会过于严格 很多的民主国家跟我们一样 就是所谓的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去投票 那么投票超过二分之一才算通过 那我们当然尊重立法院对这件事情的讨论 我们并不会下指导器 对于朝野争议的公投案主文 江银化认为还是以是否支持 庭建核四作为主文内容 但具体文字还要再研究 对此民进党也全面应战 不只在中常会上讨论因应策略 会后也由当主席苏仁昌 带领中常委共同举行记者会正式迎战 痛批马政府核四公投案 官官耍诈 民进党强调反核和公投是民进党的核心价值 对于核四公投已经有一战的准备 不只在国会要尽速推动公投修法 降低门槛 更要与反核团体一起凝聚社会力量 苏仁昌强调 这次不是政党的对决 也不是政治议题的攻防 而是永和与反核的价值之争 记者理系朋友组沈志明台北报道 不过能提见核四到底电价会涨多少呢 大家都很关心 有环保团体其实拿出了台电的报告就发现 其实不管有没有核电厂 电价都会不断的上涨 我们来看到其实是核四公投即将启动 台电之前其实有估算 核一到核四厂如果都不用 电价最多会涨到四成 每度会涨到零点三八块 但是环保团体却拿出台电的报告就指出 台电自己预测 因为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不管有没有核电厂 二零二零五年 其实电价都要涨到七成 痛批台电是选择性的公布资讯 恐吓人民 不过台电是强调 其实天然气的价格随时都会在变动 而且改用天然气还必须要配合新建除油槽跟管线 没有办法在现在就估算出涨幅 不过环保团体也认为台电不应该只是选择性的公布资讯 要求公开所有的数据来接受社会公平 另外来看到其实国际对天然气的需求旺盛 采购成本也增加了 所以中油已经预定在明天就会宣布 调涨家用的天然气价大概是2%到3%左右 全台总共有250万的用户会依地区域不同 每度将调涨最多是0.61元 而每个月其实平均要多付大约20块 这将是今年首次调涨天然气的价格 很可能创下史上的最高 乌莱里1010以上的住户 因为自来水的管线没有办法到达多年来 只能依靠水量不稳定的简易自来水 而最近驱公所打算在附近找紧取水 稍后带你来关心 布落二人猪 今天布落二人猪来到屏东县狮子乡 寻找百年前突然消失的神秘王国 还有帮忙采收有排湾族红宝石之城的猎人饼 并且仿佛走进这一门在布落 竟然可以走到欧洲还有跋山涉水 只为了采收大自然最珍贵的绿色保障 每周四晚间9点到10点 布落二人猪与你来分享 这一路找到了 这是我妈妈 要把妈妈帮你抢起来 你不要把她带过 那我不想睡在那 好飞哦 来自泰安乡的泰雅孩子义农 即将要飞往千里达 去见分别十三年的妈妈 到了千里达 艺农才知道在地球的这一边 有这么多爱她的人 艺农还舍得回台湾吗 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周一下午5点 在原氏16频道 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 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 原氏16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 原氏有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 不同的生活现场 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看到阿美福的打群乐团 我觉得还有趣哦 我也好想住住看石板屋啊 童物的建材应该都特别好 对不对 都是石板屋 刚晚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哦 就叫做海盗名 好! ano 宅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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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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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军部 被混到原始五天新闻 接下来看的是 其实位在水源水质跟水量保护区的乌来 当地的泰雅族人的生活跟土地的使用 都会受到限制 但是其实有回馈金的制度 而今年乌来区公所将发放七千万的回馈金 现在只要涉及在乌来区六年以上 还有年满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三月三十一号前到区公所来申请 这会依照年龄的差距 最少可以领三千元 而最多是两万五千元的净老贵文金 除此之外 这笔回馈金的用途 有百分之八十都运用在社会福利上 乌来区年满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家有福了 区公所以水源回馈金发放三节禁老卫问金 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 三月三十一号前到区公所申请 一年龄急剧最少可以领三千元 最多可以领两万五千元 那这一次的那个三节老人的慰问金 也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福利措施 那六十五岁 我们涉及在本区的老人 都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 那按照年龄的不同 会有不同额度的这样的一个补助金 每年都会有六千万到七千万元的预算 是回馈给乌来区民 所谓的回馈金是依照自来水法 第十二至二条规定 办理居民就业辅导 据公益性的水资源 涵养与保育的地方产业辅导 教育奖助学金 医疗健保以及电费 非盈利家用自来水水费补贴等 公共福利回馈事项 按照自来水法的第十二至二条的规范 有订定一些回馈的项目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每年度大概 大概有六千到七千万的回馈金的预算 是可以回馈给我们的区民 乌来区公所表示 回馈金有85%都是用在社会福利上 并且有这八大项目 三节敬劳慰问金 清寒学生奖助学金 补助福山国小 乌来国中小早午餐费 补助区民健保费 死亡未助金 育婴补助费 结出人才奖励金 以及水电补助 以上的回馈福利 对居民都很有实质上的帮助 为于台北地区的水质水源水量的保护区范围的乌来 生活上住宅土地的运用都受限 所以按照自来水法的规范有订定回馈的项目 让乌来区民享有应该有的权益 就这样也算赛行比实乌来采访不到 好 虽然有回馈金的制度 但是位于水源保护区的乌来 其实有很多法令限制族人的土地使用 如果你要改建房子还会被视为违法 这样的严格的限制 就是要保障大台北地区的用水品质 但是您知道吗 在乌来里 1010以上的住户 却因为自来水管线根本没有办法到达 多年来只能依靠水量不稳定的减易自来水 让当地的族人相当的困扰 特别是在枯水期 不过最近驱工所就打算在附近早紧取水 让民众可以有稳定的水量可以使用 大约在今年底就会完工了 乌来里长一步一步往高处爬 就在寻找水源头 因为一大早起床洗点刷牙时 发现没有水了 于是就开着小货车来到山上找水源头接水罐 像这样的情况在乌来区是很常见的 乌来里1010以上的住户 在现有的自来水管线是没有办法供应水 目前驱工所在乌来里一处 中置里两处早紧 正准备发包出去早紧取水 供民众有自来水可用 乌来里名表示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已经到现在都没有自来水 我们都没有水 要到那个山上很远很远去看的 今年是一定要先做是赚井的部分 水源头大概都已经有着落了 正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站在我们利民的立场 也多么的高兴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 除了乌来里没有自来水系统之外 还有中置里也没有自来水系统 所以现有的检疫自来水是辅助措施 但是检疫自来水会陷于气候的因素 水源的不稳定 影响了山泉水的不稳定 在枯水期时就会造成里民的不方便 于是驱工所在2022年就有先钻探 要在乌来一处 中置里两处要来钻井 来辅助检疫自来水的供水的能量 我们的着井的钻探测试已经发包 那预计应该会在五月底之前 会有一个着井专探的一个结果 如果我们的水麦 经过我们的着井探测到 确实有充足的水麦可以供应 我们接后续就会在下半年进行 实际的生活用水的着井的工程 现在的进度还是在确定 在哪三处该着井 预计在2013年底之前会完成这三个水井工程进度 里民也都在期待 记者按热算 在新北市屋来采访报道 好对三区的部落来说水源头真的很重要 在高雄的茂林区的茂林部落 就有一位年纪将近80岁的长辈 家族的人都称呼他是水源头守护者 因为一直到现在 全部落只剩下他 懂得在没有自来水的情况之下 寻找水源头 将水引到田里或者是公寮里 而这位部落齐老希望后代子孙都能够知道水源的珍贵 爬到了茂林部落后山海拔800公尺左右 将一根根竹子剖半 再将竹子结清干净 放置在水源头的滴水处 以多颗石头左右固定 特别要采取山树叶围住滴水处周边来集中水源 同时也有过滤的作用 因为山树叶较于一般植物牵硬 今年已经将近80岁的刘胜记 依然身体力壮 传统水管的智慧都是来自于他的祖父 接着再利用藤蔓或植物的精英将每一根竹子连接起来 这就是早期没有自来水引进时茂林部落族人传统的水管 虽然不用花费却相当花体力 而相对的天然方式 一旦遇到大雨或台风都会一扫而空 大概所谓有那种 无碍之型 有漏斗型的 来用竹片去接 就自然的那个什么 乳肉的盐盘地势来接水管 但是那样的一个做法是 几乎没有不会只要一场大雨 就会把你所接的这个竹片就冲下来 随着时代的转变 马法比家族仍然使用同一个水源头 但后代晚辈将现代接水管的技术学会 让水源使用更稳固 同时也设立水塔存水 以多管接山水 也与浴网进水 马法比家族有位齐老 愿意为家族看顾水源 也传承传统智慧 让子孙了解水资源的重要 懂得节约用水 同时也警惕家中男孩子 要赶紧跟上脚步 担任下一位家族水源头的守护员 记者 其实茂林部落这个水源头 已经传到第四代了 但接水源头有一定的规范 也就是后来要接水源头的家族 不可以在现有的水管上再接管 必须在现有的水管的下方 自行来接水 部落齐老门就说 这是鲁凯族人 都必须要遵守的道德观 也提醒部落的孩子们 水源头的重要性 清澈的水 从石头缝中 持续一滴滴滴出来 当到了冬天枯水期 周边的草木茂盛 且滴水不断 这就是一处珍贵的水源头 当初留生记的祖父 花了大功夫才寻找到 如今造福了全家族共九户 约三十多人 而在部落族人也相当尊重 就是彼此水源头接管的传统规范 绝对不轻易去触范 如果你突然想要接水 你只能在我这个源头的下方接 接足够接不足够就看你 如果接的不足够的话 你可以跟我再来分三两 可能不能在我这边源头这个地方 再分一支出去给你 如果我同意你就可以 如果不同意你不能没有问我的情况下 就到我的源头的上方 就直接插一个管子 那样会产生一个纠纷 当春夏梅雨季节雨水充沛 各家族只要经过协商 水源头是可以相互分享的 但到了枯水期 如果家族成员太多 水源不足够 就必须现实的先考量自己的家族 无法分管给其他家族成员 夏天我们准夕年朗 但是一旦冬天枯水期的话 都不会过 这样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分给你 水源头分支下来的水管相当多 有山上的动物会把水管破坏 遇到天灾也会冲毁水管 此时家族的男孩子就必须集合 由其老留生记带领 共同到山区把坏掉的部分共同维修 回去放那个水源头那边 给它破坏掉 那个核子 我们拉的那个水管 它去当杠 全部被水管轮断 不然到台风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会中毁掉那个水管 要等那个台风过后 就会召集我们男孩子去帮忙维修这样 那我都是幸运来的 我都变得很快 我家人家都变得很快 我家人家不离开 我家人家的生活 我家人家在生活 我家人家都要 stepping 水资源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但却时常让人们忘却 但马巴菲家族不断让子孙有着珍惜水资源的观念 了解家族水源头的每一滴水 造福了全家人生活用水 记者阿普朗路巴索高雄茂林采访报道 位于南投仁爱乡的例行道路 对当地的族人来说 就像另外一条俗华公路 不是走三就是梅雨必断落石不断 也被外界比喻为台湾最危险的道路之一 而现在南投县政府要从这个周末开始封路来修路 而在这修路的时间短是两个星期 长是一个月例行的主要干道都不能通行 让部落族人又要进入交通黑暗期 南投例行道路这几天要封路了 南投县府过去八个月来虽然不断抢修 但是因为地质松软又顾虑到当地居民每天必要通行 导致无法彻底解决路段落石问题 尤其例行道路三十九公里处因为落石不断 南投县政府进行公告暂时封路 短则两星期长则一个月左右 例行沿线部落族人可能暂时先利用磁丰领外道路来通行 主要是因为整个例行长连道路持续都 几处都一直在崩塌当中 也它的危险性也一直都很高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公告动作 这条道路落石不断发祥例行沿线当地泰雅族人多年来走的战战兢兢 像这台小货车要通过例行道路三十九公里崩塌处 结果山坡上仍然不断游落石掉落 险下还生甚至还有游客要到和平乡武林农场游玩 因为卫星导航行驶进入例行道路 眼镜前方落石不断 只好折返往大榆林方向绕过去 你们是被卫星导航导到这边来 对 他说就是导到这边 是哦 你们要去哪里 武林农场 武林农场哦 那应该要走大条的才对 类型道路从921地震过后 加上连年风灾影响 好几处边坡道路都发生了严重崩塌 虽然有磁风替带道路可以暂时通行 但是地质也不太稳定 也发生过摊坊 面对类型道路封路 他们很担心 蔬果运输是否会产生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种高丽菜水果的采收 大概五六七月的部分是 村民的运送水果蔬菜的一个季 对当地务农的泰雅族人而言 他们最担心就是五六七月是 松松蔬果下山的高峰期 所以他们希望那时候 例行道路就可以开放通行 而例行道路封路能否彻底解决 落实不断现象 还需要再观察 而县府呢 也要跟时间策讨 他们也希望一个月后 就可以让当地交通恢复 正常运作 记者NOW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 好 希望例行道路的问题 能够赶快获得改善 接下来这次新闻要告诉您 在新竹尖石厢的加勒村 其实有多处的崩塌地与野溪 也都受到之前封灾的破坏 当地的主人也表示 有三个地方如果再不处理 恐怕会造成土石流的灾情 2月27号 水土保持局人员也到现场会刊了 他们承诺会在讯期前 会完成修复 走进新竹县尖石厢加勒村 这一条第九龄的野溪的溪床 因大水冲缩的缘故 上游的土石严重堆叠 村长担心 穿不过150毫米的雨量 一个不小心 就会造成土石流的灾情 这个我们已经报了好几次 都没有人关心过 希望说这次恐龙的恐龙原来 来跟我们水保机长官 能够帮我们这个忙 大家这边下游的住民都很担心 目前看起来是 只是掏空 那我们水保机就紧 因为这个构造本身 也是之前我们所做的一些设施 至于基础家长 现在看出来有掏空的部分 我们就来做基础加强 但在做基础加强的同时 我们可能还是要找一些点 来做一些横向的构造物 必能再积极掏下去 另外在走到焦乐第七龄 这一处崩塌地 土石流断了回家的路 住户苦不堪言 本来是走到那边 这边本来可以走路吗 本来是过那边 这边有路可以走路 结果又刮下来又到那边 现在是走着 没有别的路吗 没有啊 没有别的路 以前的桌子可以到那边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请水保局这边 能够来赶快来整治一下 水保局表示 索性崩塌地的面积小 可以在今年讯期之前做好修复 不过来到乡内的明星灾区 加热身第五龄的这整面的边坡 显向环身的景象 让人看得是触目惊心 乡公所已编列360万的预算 要进行修建 但仅360万的修建经费 要在此处做好智商防洪的工程 乡民有疑虑 经费是有 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达到 因为这个一定是从底下这样打上来 所以这个300多万 看有没有办法做 我就不知道 做那个挡土厂勃砍 对 挡土厂勃砍 300多万要做的是挡土厂 不过乡公所的回应 似乎有落差 挡土厂有什么工法 应该是用 是有良直升的方式 直升的工法你们可以接受吗 不能接受 这样不是很好 随后乡公所又立即改口 才以挡土厂 并打钢轨装的方式 强化编坡 业务单位乡公所承办员 失常的回应 令乡民感到失望 而目前工程已发包 将会在3月5号进行开标 预计4月27号之前完成失作 监石乡加勒村的环境 整建 水宝局表示 会尽全力的 在今年讯息来临之前完成 记者巴鲁巴紫 新出监石猜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 也是监石乡的问题 在监石乡的监石国小 每逢下雨天 就是学校跟师生的梦魇 怎么说呢 因为不仅教室的听花板 会漏水之外 连学校跑道都会积水 为了要改变这样的情况 校长跟原住民立委就成情了 在2月27号也终于有教育部 还有新竹县的原民府的原民处 还有各式权的机关 跟业务的承办人员 都来到了这所监石国小来会刊 当场也就承诺 会提拨预算 来改善校园的环境 2月27号上午9点 会同教育部体育署 行政原民会 新竹县府原民处 以及监石乡公署人员 与立委孔文集 到监石国小进行校地会刊 从82年铺设的PU跑道 已不堪使用 就有学童一遇到下雨 婴儿滑倒 跑道你有跑步过吗 有 有没有摔倒 有 为什么 因为有稍微滑滑的 这样你有在跑步吗 在跑道 有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太火了 太火了 不肯跑太快 不只有阴欧线排水不良的问题 跑道旁的树木 也同样经过了20年的岁月 树根都长到跑道这里来了 这个就拱起来了吧 对啊 你看这个跑道 这个跑道可能就不能跑了 有些就流给它自然 对对 没错 那有没有估算过 这边整体如果说 翻修造教的费用大概要多少 我们这边整体 就含中间的 因为我们讲说综合运动场是社区很常来运动 所以我们估算大概要差不多两百多万这样 翻修需要两百万 有关校园跑道 即运动设施最高权责机关 教育部体育署 部署长立即做出回应 两百万这样对教育部这边来讲都算是合理 我们看看实际的需要 因为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预算跟昨天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核实来给他们做一些改善的一个经费 这个整件大概每个学校大概都两百多万是比较合理 合理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也要核实 立委优先了 随后校长再向立委诉求 教室天花板漏水情况严重 希望能够协助校舍屋顶防漏的工程 而另外就因为校舍未处于野溪山沟旁 排水系统无法承载大量的土石 而常态性的淹水 水保局台北分局秘书表示 将会全力的协助 柯南的环境获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注 坚实国小师生如是重负 记者巴鲁巴萨 新出坚实采访报道 228事件66周年的中苏纪念仪式 上午在宜兰举办了 总统马英九颁发回复民运证书 给228受难者蒋慧水 由蒋慧水的后代蒋石清带领 稍后带你来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密阿密阿密 阿密阿密来 你日不晚 好海呀 好海呀 好你 好你 阿密阿密 阿密阿密阿密 我好海呀 好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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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你 好海呀 大老幻 天虎里亚 你呀我 天虎里亚 大老幻 天虎里亚 那你 大老幻 天虎里亚 老幻 天虎里亚 小美 我也是一样的 而我又能试试 至于自己的 这样的东西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可以决定海语 这是我们的 词词 词词词 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用来打击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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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如果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我们用来打击的水 你一下速度论 证明说这个雷射光 这个光到底是不是直线前进 那小朋友呢 只要你能够把田拼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 我们红木是怎么做的了 欢迎回到原始五天新闻 接下来看的是 228事件66周年的中书纪念仪式 上午在宜兰举办了 总统马英九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给228受难者蒋卫水 由蒋卫水的后代蒋石青带领 马总统同时也要求 教育部必须要增加教科书 有关于228事件内容的比重 我们来听他的谈话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场教育部长部长 对于228事件在我们教科书当中的比重 也可以请我们国家教育研究院 来研究如何能够增加 因为我觉得像这类事件 以及白色恐怖事件 都是我们必须要记取的教训 28事件66周年的中书纪念 总统马英九再次向受难者以及家属 鞠躬致歉 但典礼仪式中抗议的状况是不断的 所以有反核人士之外 还有民进党立委拿出阿扁娃娃 要求释放前总统陈水扁 甚至之前向马总统丢协抗议的 独派人士王献奇 也企图拉布条抗议 当场就被官人员拉出场外 另外来看的是赵宗本堵十六师27号 来到了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 进行他正式退位前 最后一次公开助导 与接见信众的活动 来看到的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 涌入了至少10万人 本堵十六师告诉信众 在他担任教宗的八年的任期内 历经了许多狂风巨浪 但他始终不孤单 他感谢教徒尊重他退位的决定 本堵十六师也成为天主教会六百年来 第一位主动选择退位的教宗 而天主教书基教团 将在下个星期一开会讨论 决定出一个日期来选出下一任的新教宗 我们把镜头转到国内 来看到是南澳社区产业发展协会 成立的其实这几年 都很努力地推动部落产业 终于向行政圆明会申请到 可以协助社区产业发展的三升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的预算 从中央拨款到南澳商工所 却卡住了 这个计划就停摆 社区发展协会也可能会没有办法发展 不过社区发展协会是质疑 这可能跟他们之前所举发的 水泥预办厂市违法事件有关系 也希望行政圆明会能够协助了解 南澳地区爆发社区发展协会 杠上商民代表会的事件 南澳社区产业发展协会 根据行政圆明会的 原住民族三升计划申请经费 目的是执行栽种有机自然田的稻米 协助社区产业发展 而101年计划寒送行政圆明会之后 经过圆明会批准 南澳社区产业发展协会的计划 扩款到南澳湘工所 原本湘工所是核准这笔经费的 后来却发生疑似被 湘民代表会主席挡了下来 不让社区产业发展协会 领取这一笔行政院圆明会 已经核准的款项 协会理事长就认为 湘待会主席月全准备提出告诉 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人 来参与社照工作 我的想法只是这样 那当然他今天这样 如果说真的不给 我一定要按您申告 对不对 因为这是我们的权益 这笔三升计划的补助款 到南澳湘工所之后 湘待会主席要求 社区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 前往湘工所 对三升计划执行内容进行说明 由于人民会已经核定拨款 社区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认为 湘待会主席没有权利要求他报告 两人在湘民代表会还发生口角 湘待会主席因此告 社区协会理事长诽谤 社区发展协会怀疑 湘待会主席因为日前被取发 协助输花改包商 违法建立预办水机场 而对社区产业发展协会 狭愿报复 才阻挡这笔补助款 不过湘待会主席本人 目前对此不愿多做回应 南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除了收集证据 要对湘待会主席提告之外 另外也请行政院圆明会 介入协调 行政院圆明会则表示 会再了解情形 地区民意代表跟民间社团 是否因为私人恩怨越演越烈 甚至扶上台面 因为公款而引发争执 究竟是谁对谁错 还有待行政院圆明会 介入了解协调之后 或许才能查明原因 记者格论 曾天次 宜来南澳 采访报导 交通部观光局 花东重谷国家风景管理处 在今年1月启动了 爱心重谷的学摄影的计划 他们邀请了一群摄影志工老师 任养了台东县海端乡的 乌路国小的小学童 交部落的学童来摄影 在昨天举办了 一脉摄影展 这一张张照片 以上是由19位乌路国小学童 用撒关相机拍出来的吗 交通部观光局 花东重谷国家风景管理处 为语言部落学童的相机梦 在今年1月 启动了爱心重谷学摄影计划 由一群摄影志工老师 花了12个小时课程 亲自指导乌路国小学童 摄影的基本概念 结果小朋友拍出来的照片 令人惊艳 摄影好不好玩 很好玩 最大的乐趣 拍照 风景 从这样的学习 能够让我们看到 孩子其实是很有创作性的 那所拍出来的作品 其实是已经接近有专业的水准 这是令我最感动的 而且他们观察的这个内容 是一般游客并不容易看到的 这就是一个自己文化的一个内容 花东重谷管理处长表示 虽然八八风灾中断了南横东西向的交通 但是东段的沿途景观和部落的文化产业各方面 依然有着丰富的生命力 所以这次举办爱心重谷摄影计划 希望透过小朋友镜头下的部落印象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部落之名 因为文化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因为观光 而去影响到他的生活或是文化 而反而是因为他的生活文化 而是变成观光的一部分内涵 那从这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从小朋友先出切入 从小朋友透过镜头去了解到他的故乡 这一次的义曼摄影展 展期到3月31号 共有33件优玄作品拿出来义曼 义曼所得也会全速回馈原乡部落购买相机 外来众管处 希望将花东众鼓原乡部落学童们的照片 会整成侧 让游客可以透过孩子们的照片 来一趟原乡部落小旅行 记者福禄台东海端采报报道 埃及热气球的意外造成重大的伤亡 而这两年台湾各地也掀起了热气球观光的风潮 交通部上午就审查民航法的相关的修正法 将热气球纳入航空法规来做管理 预计3月上旬就会实施了 不过有立法委员去质疑 如果比照航空法规并不适宜 应该要针对热气球来专门制定一套管理办法 埃及古城乐客所上空观光客搭乘热气球却发生起火意外 国内近几年来台东热气球节未为风潮 台南也跟进举办 甚至有大学和南投日月潭等地的民间业者 未合法申请就让热气球升空 立法院早在两年前就提案要求交通部应该尽快订定热气球管理规范 但交通部将热气球视为航空器 采取跟飞机一样的管理办法 那我们的热气球的机长是谁 就是说同样的法条可以同样适用吗 交通部民航局表示由于政策性开放热气球 民航局也主动配合相关的活动 目前热气球的相关管理办法正在修法 先以现行的法规进行审查 在国际民航组织 热气球就是航空器 就是航空器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你们现在进度到哪里 我们现在已经报道交通部 罚则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进检验的气球 或者你人没有这个执照 你就去操作一个热气球 各位60万 60万到300万 已经第三届举办热气球嘉年华会的台东县政府 今年6月将首度载客自由飞行 培训了8名有合格执照的飞行员 县府强调对飞行员乘客跟气候条件 要求严谨 确保安全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更加严谨 我们通常大概风数大于7节左右 我们就已经不会去飞行了 不过民间热气球协会也担心 这一波热气球的风潮 业者素质量又不齐 恐怕迟早会出事 希望除了热气球管理办法尽快出炉 主管机关更要落实热气球的安检工作 为民众的安全把关 记者台北台东综合报道 主管机关�的风潮 原住民族自治法 立法院上个会期未通过 因为借其不连续 退回行政院重新审查 总统已久针对自治法 提出宏观更高角度来突破 看能不能够从一个更独观 更高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能够有所突破 金格奎上任后重审的自治法版本如何 六位学者各界优势如何看待 请收看3月2号原地发声 我连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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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而世代都市主要的朋友们 我们将带给你 充满不一样的 最新自治愿 我是来乐乐 我是道无师 对 不是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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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部落二人猪来到屏东县狮子乡 寻找百年前突然消失的神秘王国 还有帮忙采收有排湾族 红宝石之城的猎人便当 并且仿佛走进了一门 在部落济南可以走到欧洲 还有跋山涉水 只为了采收大自然最珍贵的绿色保障 每周四晚间九点到十点 部落二人猪与你来分享 好 今天大家出门一定会感受到 其实气温已经会温了 因为中央气象局是表示 其实全台各地今天白天 大多都是多云道晴 这在都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 各地其实都是很舒适到温暖的气候 不过要提醒您还是要留意 其实日夜温差还是很大 要适时的增加衣物 接下来看详细的山海跟渔业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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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们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今天 鸡血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下次再会 老孩子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